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主办 外贸协会执行的品牌台湾发展计划 11月29号在台北国际会中心举办 101年成果发表会 并邀请到法兰茨品牌总裁陈立恒 及八家参与品牌计划的厂商 与会中分享行得 未来一定是整合式的行销 因为靠着各种 网络各种不同的消息来源 很多消费者 它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来源 彻底的了解你的产品 意思就是说 它不会像过去 我今天到这个品牌 我的品牌非常好 非常可靠 我讲什么你就想念 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因为这个时代 它们会透过各种设计团 各种人来了解这个品牌 来了解这个品牌所代表的产品 它的特色 到底能不能满足到消费者的基本要求 所以它整个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线 那么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说因为 我们根据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本身就是完全根据全面品牌管理 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为了协助台湾产业 朝向品牌化 与国际化来发展 从民国95年起 推动品牌台湾发展计划 经过几年来的持续推动 台湾品牌也有显著的成长 品牌发展工作更加受到 产观学社会大众的 关注与总视 经验品牌也成为台湾 企业转型与升级的 重要工作之一 在企业与各界 共同努力之下 台湾整体品牌发展 可以说是成果工作 品牌计划执行至今已7年 透过办理品牌价值调查 扩大品牌人才供给 建构品牌辅导平台等措施 提供台湾企业 经营品牌所需的资金 人才知识技术及环境 除了达成各阶段目标 甚至于超越部分目标 详细的成果及参与办法 欢迎上官网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